大家好,我是朱银化 今天要为大家导读的文章 是Victor Bergen在2013年所写的 Visible Cities 中文我们就先翻成可见的程式 这篇文章收录在Mac出版社 在2018年发行的书中 书名是The Camera, Essence and Apparatus 这本书会及他多年所写的文章 重新深入探讨他对摄影这件事情的思考 并且指出摄影的特殊性是在于装置Apparatus的概念 在Visible Cities这篇文章里主要是分成五个部分 首先在第一个部分他讲的是一个个人的经验 他提到了就是某一天晚上他和他一个朋友 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镇吃饭 那吃完饭在餐厅外面呢 他朋友就告诉他说 文艺复兴的城市Palma Nova这座城市 距离他们的那个小镇要过去的话 开车只要20分钟 可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晚了 然后又叫不到计程车等等的 所以他们就没有过去 所以Victor Bergen在这一段他就在描述就是 他怎么样去谈论Palma Nova这座城市 接下来他就谈到说 Palma Nova这座城市它建立于16世纪末 它是一个堡垒 也是当时人文主义建筑师所提出来的对于城市乌托邦的理念的一种表现方式 而城市乌托邦的理念像这样子的图像在15世纪就存在 举例来说在大概1480年的时候理想城市的这幅绘画里 在绘画当中呢 他使用透视的手法呈现 那他描绘了一个宫殿 和由大型的住宅包围的一个城市广场 在那个城市广场上空无一人 然后在这个画作里面的装饰 还有里面的内部和街道等等 都包含在一个无限延伸的想象透视举行当中 文章第二个部分 在谈的是相机camera概念的重新定义 那首先呢 他在谈的是camera obscura 就是相机暗示的原理 那相机暗示或者是相机暗箱 它是一种早期的光学装置 是用来观察或是描绘景物 如果说一座大的建筑物 我们在那个建筑物的墙壁上 有穿一个小的空洞 就可以把外部的影像 也就是对面建筑的倒影 投射进来到这一面墙上 这样的动作是互相的 也就是说一个建筑物跟另外一个建筑物 他们其实是互相倒影 可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到 因为当窗户太大或是太小 如果太大的话 这个影像就不够清晰 或者是当室内的光线很亮的话 我们眼睛也看不到这样子的影像 可是呢 用这样的概念来想 每一栋建筑物都会接受到 另外一栋建筑物的这些影像 那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形容 他说 虽然城市本身并不是刻意 被设计成照相机的集合 但实际上 它可以被看作是 无数个照相机的聚集体 接下来他谈到了 就是摄影和电脑影像的眼镜 到了19世纪的时候 摄影技术它代替了透视化 作为现实在线的主要图像的表达方式 这种变化和工业革命的基本冲动 是完全符合的 也就是把以往很耗时 而且需要手工技巧的任务 转交给机器来自动完成 那么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 随着电脑技术的出现 摄影暗箱或者是相机暗箱的技术 他经历了第二次的革命 摄影的出现 它所标志的是从手工技术 到机械制作的改变 那么电脑技术呢 他所代表的则是 从机械操向电子执行的转变 这样子的转变让我们可以用更多的资讯和数据 来达到更高程度的这种模仿真实 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相机呢 它只能捕捉到就是物体的某一个面向 可是电脑它在原则上 是可以模拟物体的所有的整体 然而呢 Victor Bergen他也指出 在摄影的近期历史当中 最具有革命性的并不是数位相机的出现 而是这些相机和网际网路的连接 他所举的例子是 微软在2018年的时候 公布的一个软体Photosync 它会判断照片跟照片之间的共同点 所以用户呢可以就是创建跟分享照片 然后我们可以用很快的方式 利用大量的照片去重现场景 或是物件的立体模型 那甚至如果是更扩张的使用这样的技术 利用像网路上群众外包等等的这种方法 这些我们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去建立整座城市的公共立体模拟影像 所以呢 从网路上的图像 使用者去建立这样子公共空间的模拟照片 它背后所用的技术其实就是摄影测量学 Photogrammetry 摄影测量学呢 它是透过分析从不同角度去拍摄同一个场景 或是同一个物体的照片 进而去推论出这个场景或是物体 它的几何资讯 那这样子的技术呢 广泛是被运用在 例如像地图的制作 建筑或是工程 甚至在电影或是游戏制作里面 换句话说 Victor Bergen他指出 电脑成像的出现强烈的提醒我们 相机 Camera 它在本质上其实是虚拟的 文章的第三个部分 延续了对于摄影测量学的讨论 这个部分呢 他在谈的是摄影测量学和立体摄影技术等等 怎么样被应用在重建 真实城市空间的集合形态 那他先举的例子呢 是19世纪的时候 Oliver Wendell Holmes 霍姆斯 他发明了一种在当时很流行的 手持立体观察机具 在那个时候很流行立体摄影 那立体摄影它就是两张照片 然后你需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进去 你就会看到一个立体的影像 那霍姆斯他发明的是一种手持的机具 所以只要拿在手上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很立体的一个照片 霍姆斯在当时他提出来 从今以后 形式和物质它是分离的 人们呢会猎捕所有奇特的 美丽的 宏伟的这些影像 就有点像是在南美洲猎捕牛一样 只是为了他们的皮 他们的身体留下来的价值并不大 他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透过不同角度去拍摄几张影像 我们就有可能可以捕捉到物质的本体 霍姆斯这样子的影域呢 暗示了骨骼和皮肤之间的区别 那这也预示到后来的环境建模技术 如果我们用骨骼跟皮肤这个角度来想 环境建模技术一个部分 它是使用多边形的网格 去表达物体的基本形状 就是骨骼的地方 那另外呢是透过贴图的技术 来为这些形状去增添这些细节 也就是皮肤的部分 这些方式呢就可以用来模拟和建构 不同的城市空间 那在这个部分呢Viktor Bergen他进一步补充的是 真实空间跟虚拟空间的关系 他引用了伯格森在物质与记忆里面的观点 他在谈的是感知 perception 他永远都不只是当下和物体的简单接触 他是被记忆所渗透的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现实的感知或多或少都和记忆是相关的 我们会透过记忆来对现实进行很多的解释 那这也意味着当我们透过技术 例如说是立体摄影或是Google街景等等这些技术 来模拟和在线实体现实的空间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既包含现实元素 又融合虚拟感知的空间 接下来是第四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他谈到是城市空间再现的演变 那在文艺复兴的时期 就是理想城市的建筑受到当时的哲学跟美学等等的影响 所以人文主义者和建筑师 他们所追求的是可以把人的理性和美学道德 所融入在城市结构的这个理想性里面 可是在现代城市里面 街道它不再只是公共空间的场所 它也成了个人欲望的表达 还有自我表达的舞台 所以文章它就进一步探讨了 在20世纪初的各种轻便的视觉技术 怎么样去影响城市的在线 就举例来说像轻便的照相机 莱卡等等 这些技术它让摄影和电影 可以从工作室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那在城市上面的偶遇和日常生活 也被捕捉化成影像 展示在大众面前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想想 就是像Google街景这样的技术 它强化了虚拟旅行和数位身份的概念 当我们在使用Google街景的时候 我们的精神上是从这个地方 到了那个地方 可是我们的身体还是在原来的地方 那在这边呢 它举的例子是 Google在2005年的时候 一位发言人他曾经说到 就是Google的使命 是要组织世界上所有的资讯 那2011年的时候 德国摄影师Michael Wolff 他在作品里面 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 他就是从Google街景上面 发现各种不寻常的 有点奇怪的 偶然发生的 或甚至是不幸的事件 他的方式呢 是利用截图的方式 把这些影像就是揭取下来 那在当时就是因为 他有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奖的提名 所以有很多的讨论 那Michael Wolff他指出 Google街景 他对于这一些不幸 或是各种有差异性的这些画面 其实是具有严格的控制 一旦这些影像被捕捉了 他们会在24到48小时之内被删除 那这样的做法也提示了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在我们现在 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和记忆 有越来越多是依靠 这一些由特定技术公司 所控制和策划的数位平台 那我们看到的真实又是什么 接下来呢是第五个部分 那在第五个部分呢 文章又回到他在谈Palmanova这座城市 那作者呢 Victor Bergen他谈到说 Palmanova这座城市 它的原始设计的目的 是坚不可摧的一座堡垒 那即使是在里面的教堂 或是说在广场的 这些不同的建筑等等 他都是经过精心的计算 要防止敌人 把他们当作炮击的对象 可是呢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整座城市都可以很轻易的 透过卫星系统或是说各种影像被捕捉下来 身在数位时代 这座城市它被分割成无数的摄影的碎片 这样的转变呢也象征着 Palmanova这座城市的边界 在虚拟世界里面 它变成了更加透明 它和网路空间里面 很无数个相似的城市的影像 他们是相互渗透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是他探讨的是 有了这些现代的技术 尤其是卫星定位和网路空间 他们怎么样去改变我们和事件的互动方式 还有这样子的改变对于我们的文化和认知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他用了一段蛮有趣的话 就是他朋友在讲他儿子在使用Google Map这样的经验 他就说他永远不会迷路 但是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也就是说尽管现在的技术 它提供了我们有很多的精准的定位 它提供了我们很多的用途 使得我们在物理空间里面可能几乎是不可能迷路 可是像这样子的技术 同时也淡化了过去 也就是上个世纪在文化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元素 例如说在街道上面的偶遇 或者是说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惊喜 或者是说你想要融入现实世界 或是物理环境的这种欲望 那这些经历呢 曾经是人类文化和个人很重要的生活经验 在现在当今的卫星定位和数位导航的时代 这些经验正在逐渐消失 那在现在的我们再重新看Visible Cities的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 一个就是它在谈的Visible 一直到现在我们在21世纪的各种视觉技术 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去再现城市的空间 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物理环境变得可见的 而当我们在让这些环境变成可见的Visible的同时 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又失去了什么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导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